大家好,我是大家的老朋友,王重陽道長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個視頻 是西安野生動物園裡經常打架的那隻熊獅與老虎呢 再次發生激烈的衝突打鬥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視頻吧 之前和大家分析過老虎與獅子的性格的不同 老虎作為獨居的大貓,性格是非常謹慎的 所以在和這隻獅子之前多次的交手之中 都是邊打邊試探獅子的實力 隨著最近遲遲的發情 熊獅與老虎的衝突次數增多 老虎也慢慢開始了強勢而自信的反攻 從這一次的打鬥來看 熊虎在戰力打鬥的時候占有明顯的優勢 老虎的後肢力量比獅子通常更強 所以他能更長時間更高的站立 加上這隻熊獅後腿有些毛病 所以這隻獅子在戰力打鬥的時候有些吃力 根據飾養員的描述 這隻熊獅目前比這隻熊虎體重重20-30千克 似乎是可以彌補他後腿有點毛病的不足 但是從正面暴摔的來看 老虎的力量明顯比這隻獅子更少 不勝一籌 一套動作可以說是行雲流水 他先是將獅子先倒在地後 先攻擊獅子的後肢 在獅子照顧後肢的時候 迅速抱頭按住準備鎖猴 這個時候呢 持獅的加入干擾了熊虎 所以因為在老虎的眼中呢 除了他自己其他的大貓呢都是敵人 獅子呢也就趁機用後肢去踢老虎的嘴巴 然後他迅速的站了起來 確實是一場最頂級獵食者之間的戰鬥 這也是貓科相比犬科的優勢 即使呢在被放倒按住的時候 他鋒利的爪子呢仍然是一個反擊的武器 但是明顯這場戰鬥呢 老虎是全方位的壓制住了這隻熊獅 好了謝謝大家的觀看再見 謝謝大家